当地时间3月24日零时至25日零时 韩国新增100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9137例 连续十多天来 韩国单日新增病例维持在100个左右 官方称增势出现缓和迹象 舆论普遍认为 极强的病毒检测能力是疫情防控的工程 为便捷民众检测 韩国大幅放宽检测条件 有疑似症状均可检测基本全免费 免下车筛查法最引人关注 这种车辆移动式筛查站 类似快餐店免下车取餐服务 司机只需摇下窗户张开嘴 即可接受检测 传统检测需要花费30分钟的时间 而免下车筛查法只需十多分钟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称 免下车筛查极大减少人员感染风险 此外 韩国还推出了电话亭筛查站 它的外观类似于公共电话亭 拥有单独隔间 医护人员与接受检查者 没有直接接触 通过电话进行交流 在电话亭外部打有两个洞 医生戴上手套伸进去 即可进行检查 数据显示 截至当地时间3月25日临时 韩国共有超过35.78万人 接受了新冠肺炎检测 这意味着 韩国每150人中 就至少有一人接受了检测 韩国中央事故处理本部 副本部长金刚利称 大规模筛查能尽早发现患者 降低重症风险 是遏制疫情蔓延最重要的一个方式 正需要发现患者 医生戴上 指ord